- 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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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麼樣可以讓妹妹健康?緊實?而且有彈性? - 這個保養妹妹呢可是有些撇步的喔 - 而且有很大的學問 -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了專家來替我們解答很多有關妹妹的相關知識 讓我們歡迎林漁山醫師 大家好 哈囉 請問一下這個妹妹錦石呢 到底重不重要呢 當然很重要 很重要嗎 對啊 那通常都跟兩個方面有關係 第一個跟自己的感受 還有跟自己的自信也有關係 那在伴侶的需求也是要顧到的啊對不對 伴侶就很重要 那我跟大家再衛教一下 所以就是 陰道呢 它是一個充滿彈性 然後有黏膜的器官 上面都是複滿的皺褶 那它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比如說它就是一個洞在那裡 並不是喔 它就是平常是緊緊黏著的 陰道前臂跟後臂是緊緊黏著的 如果有些需求 譬如說你真的要性行為啊 對 甚至生產的時候啊 它才會打開 對 才會打開 那為什麼妹妹會鬆掉啊 是妹妹鬆掉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對 主要是第一個 陰道生產是最主要的原因 對啊 剛剛講的寶寶頭很大 撐過了 所以只要還沒有生產過 基本上就不會鬆掉 基本上都還是蠻健康的 對啊 那當然還是會跟一些其他原因 譬如說沒有生過 你如果是就是因為就是 常常吃太多甜食啊 過度減重啊 然後或者是可能跟年紀也有關係 吃甜食也會 對啊 因為吃甜食就是會影響 膠原蛋白的 天啊 對的製造 你可能會影響代謝啊 欸沒有 我很緊喔 自己講沒有用 沒有 我來檢查一下好了 那剛剛有說到就是生完小孩的人 那下面妹妹就會可能比較鬆弛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發生過太多次性行為 或是性行為頻率太高然後就鬆弛 今天倒是很有彈性的嘛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性行為的話 你其實你自己都會恢復彈性啊 然後你平常如果有做保養 就是凱克運動的保養 當然是不會因為我們性行為 然後過度性行為就是比較常性行為造成鬆弛 是比較少的啦 主要都還是因為剛剛講過 生產啊 然後過度減重啊 飲食啊 還有老的話有關係 聽說鬆弛的時候在性行為可以知道 就是聽聲音就有辦法知道 怎麼知道呢沒有 到底怎麼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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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會有一些可能就是你在性行為的時候 有點像就是氣體的聲音 氣體的聲音就有點像 啵啵啵嗎 對放屁啵啵啵啵的聲音 哦 就是表示你可能沒有辦法緊密的知道 接觸啊 然後說會有空隙 那那個可能是男生那裡太小啊 對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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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盲點 對沒錯 太緊也是蠻恐怖的哦 太緊也不行啊 太緊也不行 太緊有什麼樣的不行 太緊有分兩個原因 有些可能是因為心理原因太緊張 那你可能要性行為的時候就會 鎖起來 它就陰道筋軟了 啊好啊 進都進不去 那再來就是還有另外一個 可能是結構的問題 就是比如說你可能先天性的 真的就是陰道口比較小 甚至有些人是 先天性沒有陰道的 沒有陰道 那怎麼辦 把它打開來 那個就要開刀去把它打開處理 開刀 我之前有遇過案例哦 就是 年輕女生然後她們還很煩惱 然後跟我說我真的完全沒辦法性行為 男生就是 要性行為男生要進來的時候 他就痛到不行 然後還會流血 然後我想說 嗯 應該 小女生緊張吧 要把它檢查一下 欸 我真的連一隻手指都進不去 欸 一直都沒辦法 對對對 所以它其實是真的就是陰道口比較小 嗯 那這個時候就 手術去把它陰道口把它擴張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它陰道壁啊裡面是正常 後來就很開心啊 就是做完手術恢復之後呢 就可以幸福美滿啦 就非常的幸福 嗯 沒錯 那那個如果太鬆 然後呢去做那個手術 讓它變緊縮小那個孔之後 縮小那個孔呢 通常太鬆的話呢 有幾個可以處理的方式 第一個也是非侵入性的 那剛剛講到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厲害的機器 對 可以去幫忙 就是懶人訓練法嘛 你如果就是骨盆腔運動 自己懶得坐 現在甚至有那種磁波的 電磁波刺激椅 所以它是一個椅子 那你就直接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那你就會感受到 下面有電在刺激 收收收收的感覺 酷 收收收的感覺 然後做完它就等於是被動 激動椅 嗯 它就等於被動幫你做凱格運動 那再來就是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陰道雷射 陰道雷射 陰道雷射就是會幫助你 就是陰道的膠原蛋白增生 陰道的那個 欸這個好像滿夯的耶 因為現在去婦產科 因為外面都會張貼非常多的海報 就會看到那種陰道雷射 沒錯沒錯沒錯 這個其實是 有點類似保養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保養感覺 那它會讓你陰道的 黏膜上皮的膠原蛋白增生 那改善一些症狀 甚至會改善輕微的漏尿 那醫生你建議大家 或建議女性 這個陰道雷射 應該什麼時候 像大家一定會想要保養妹妹 然後預防剩餘治療 要什麼時間點就要開始保養 其實我覺得大概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或是你生產完 然後你肯定有一些症狀 因為很多媽媽 就是生產完的媽媽 就跟我說 欸我有一點點 好像有一點點 對 不小心用力的時候 就會有點感動 或者笑太大力 對啊 哈哈哦 這個時候就覺得 因為這是被侵入性的 然後可以重複性的治療 對 那這個時候來保養 我覺得是一個好處 就是對妹妹來講 這是個好消息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方式 那現在還有甚至更厲害的 就是所謂的就是 PRP PRP PRP就是 自體幹細胞的 血腰版的幹細胞 我聽起來很厲害 它會幫助就是 黏膜修復啊 增生啊 對 也是有一些方式 是用一個東西打在那邊 就抽自己的血液 然後把它萃取出來 去離心去萃取 然後把自體幹細胞 取出來 然後又打進去 聽說有一些有關妹妹的都市傳說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傳說的 傳說這樣的妹妹最好 第一個 妹妹越光滑越好嗎 對啊 我們現在不是大家都希望可以 就是除毛 然後光滑一點 就像剛剛講的啊 除毛光滑可以啊 就是你如果有 因為有毛髮 或是你因為它會被刺激啊 走路啊 會長很不舒服的話 可以除毛 但是非必要 就並不是說 每個人就一定要去做除毛這個動作 除毛是 因為毛髮也有它一些功用 剛剛我講是預防就是 細菌入侵啊什麼的 因為有人就是出完毛之後 反正覺得 很 更容易感染 好 第二個都市傳說呢是 妹妹越粉越好嗎 這個應該是A片看太多吧 沒錯 越粉越好 顏色是不影響功能的 對啊 對 對 不要因為就是過油不及 為了把它變粉 反正去漂白 反正會讓它感染啊 什麼之類的 是把自己浸泡在那個牛奶浴衣 我不知道 也許有現在很多很神祕的方法 對 對 到底有什麼方法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再來 妹妹 越香就越好嗎 大家應該都想要香一點吧 要做那個 所以現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那個 類似獅子巾 嗯 對專門私密處的 還有一些私密處的洗液啊 對對對 甚至香水啊 還有噴下面的 還有噴在內褲上面的 身為婦產科醫師的角度 我們其實是不建議用這些東西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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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太容易香香的啊 為什麼就是反而會容易太多香精 那難道要臭臭的嗎 臭臭的通常都是因為譬如說你有感染啊 或者是怎麼樣一些狀況 悶太久啊 或者你真的吃太多刺激性的醫師 最好的保養方式呢 就是放它自由 妹妹是嗎 對 Let it go 放它自由 讓它通風 讓它通風 毛就讓它長 不要管它 沒關係 醫生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個陰道手術的原理到底是什麼咧 就是通常啊 如果比較鬆的話 就剛剛講的是因為 你皮膚彈性已經不夠了 皮膚可能擴張啊 會怎麼樣 原理我們就是 會做整層的就是修復 對會把多餘的剪掉 然後把它縫緊一點 把多餘的剪掉 把鬆弛的部分剪掉 然後把它縫緊一點點 就會讓它比較緊實一點點 那你目前有做了幾個案例了 這能透露嗎 可以吧 應該不 每個月其實都至少有個 就是人會來諮詢啊 一個塊大概五個 至少都會來諮詢 那大概年齡層會是 其實都有耶 有些年輕人 六十幾歲生幾歲 有些人是生完的 二十幾歲就來問 嗯 這麼保養 現在大家非常在乎 對啊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不錯啦 因為大家都願意去分享嘛 然後願意尋找房子 這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們女人呢 真的不要被歲月給打敗 其實人生階段有分為非常多 從嬰兒時期到青春期 成年期 壯年期 更年期 老人期 你屬於哪個階段呢 講到這個更年期呢 其實是大家最害怕的階段 因為呢 可能身體上會出現非常大的變化 讓你措手不及 Don't worry 今天呢 我們就請到專家來 跟我們聊聊有關更年期的一些都市傳說 還有你該怎麼樣去面對更年期比較好 讓我們歡迎林玉山醫師 大家好 哈囉醫師 聽說呢 更年期其實是大家最害怕的階段 因為準備要 對啊 妳知道 這是要叫 You know I know 有人說當青春期遇上更年期就可怕了 沒錯 就是兩個過度的階段 沒錯 因為更年期聽說會 身體上會發生非常多的變化 跟轉變 不論是身體啊 沒錯 心理啊 甚至情緒啊 睡眠什麼都會改 都會有一些很大的轉變 那也有一些都市傳說啦 好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更年期的都市傳說啦 這裡有個手板 首先呢 難道吃蜂王乳 就可以預防更年期嗎 蠻多人在問說 吃蜂王乳到底有沒有用 它有一個特別的 叫預防 其實是不能預防更年期 但是它也許可以改善一點點 跟年期的症狀 因為蜂王乳含有一些 就是荷爾蒙的一些成分 多多少少含荷爾蒙的成分 它可以改善症狀 但是它沒辦法預防 那有沒有什麼食物是可以就是 改善 如果一些常常講的嘛 一些就是大豆液黃銅類的啊 黃豆類的啊 那些比較含植物性荷爾蒙的 就是東西的話 它是可以改善症狀的 但是畢竟它的那個濃度 並沒有真的這麼的精確 或是這麼的高 所以如果真的症狀很嚴重 其實還是會建議說 要是要找就是 醫師請求協助 那看是不是需要補充荷爾蒙治療 一定要接受荷爾蒙治療嗎 跟年期呢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也要接受荷爾蒙治療 所以可以靠 可以靠一些生活習慣啊 然後你的飲食 健康的飲食啊等等等一些幫助 幫助你度過這個時期 那荷爾蒙治療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症狀 已經讓你生活受到就是影響的話 那就會建議使用荷爾蒙治療 那再來是 男性就沒有更年期嗎 應該男女生都會進到更年期吧 對啊 因為女生其實比較明顯是 因為女生常常有一些 停經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沒錯 那其實更年期 停經跟更年期是不同的 因為更年期是一個 階段 對 那男生也有可能因為 荷爾蒙的不足啊等等等 經歷更年期這個階段 但是因為男生沒有停經這件事情 那幾歲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知道 幾歲的時候會到更年期啊 女生的話大概40歲 接近50歲 會有更年期的症狀開始慢慢出現 40歲 對 40歲接近50歲 當然要去重視他啊 你要去檢視你自己身體有沒有症狀啊 或什麼 有些人當然比較幸運的話 可能沒有症狀 他就順順 他覺得他沒有不舒服 那有些人症狀比較明顯 我們當然還是要去在乎他啊 還是要去關注自己的身體 對 那更年期之後會有一些 我們進入老年期的一些健康的議題 需要注意啦 可能一些就是心血管疾病啊 你身的話就一些骨質出鬆啊等等的狀況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也不是說就不管他囉 是的 還是要非常的重視啊 那再來最後一個都市傳說 沒生過小孩的症狀就會更嚴重 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個我好像真的沒聽過耶 是喔 對啊 其實應該是跟生小孩 生過小孩沒有關係 跟他的體質比較有關係 喔跟體質 所以一定要有好的生活品質 然後生活習慣 然後作息也要非常的注重 沒錯 更年期有沒有什麼是 譬如說 從什麼時候開始啊 就是男生女生不太一樣 因為剛剛講女生就是會有很明顯的 停經這件事情 所以停經就進入到更年期 欸沒有喔 你可能還沒有停經 你都有更年期的症狀囉 因為很多人是把這個混在一起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澄清一下 女生的話呢 停經的定義 我們叫做你最後一次月經來 是 過一年之後 我們就要完全停經 喔喔 那更年期就是一個階段 你可能是停經前 甚至你停經之後 都可能叫做更年期 就是你會一些 就是這個荷爾蒙變化的階段 什麼叫更年期 那男生就是啦 男生就是他可能沒有 月經這件事情 沒有停經這件事情 那他要怎麼判斷 他可能會有一些 性力降低 對 舉不起來 沒錯 那我們一定會經歷 更年期嗎 像有些小朋友 有些家長會說 我這個小朋友非常乖 都沒有經歷到青春期 青春期的症狀 對 但是每個人都一定會經歷到 經歷到更年期 當然也不是一定啊 有些人就 很開心耶 我好像沒有月經 然後女生就 我開心 然後很順順的 就進入更年期 也沒什麼症狀 有些人就是 很不舒服啊 憂鬱啊 情緒不穩啊 睡不好 潮紅 熱潮紅 熱潮紅到底是什麼 我常聽到說更年期會熱潮紅 熱潮紅 我們英文叫 是變紅 對 它就是會 F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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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但是你就會忽然覺得說 我可能 平常沒在幹嘛 晚上忽然覺得 很熱 熱起來 好像燒起來那種感覺 就 就是 Fush 那種感覺 對 就是那種很熱起來的感覺 嗯哼 那就是比較容易不舒服 統稱就是說 大部分每個人就是 比較都有可能會有的症狀 就是 跟我講 情緒啊 是 不穩定 比較易怒 很愛生氣 然後 憂鬱啊 可能就是 可能看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啊 然後容易疲憊啊 沒有體力啊 很辛苦耶 對 注意力不足 然後熱潮紅 男生也會有哦 男生也會有 然後可能心悸啊 倒汗 性慾降低 之類的症狀 哇 真的是所有的 negative的東西 不好的人都 集中在那個時期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 這些症狀 每一個都會出現嘛 這個症狀會多久啊 這個會last多久 會持續多久 也看每個人耶 有些人可能好幾年 有些人可能一兩年就過去了 或是有些人幾個月就過去了 就是讓自己要學著去調適 沒錯 那女生還有一個特別的症狀 就是比較明顯就是 因為 剛剛講那些症狀是 男女可能都會有的 那女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症狀 女生比較會有一些 下面要到的症狀 就是 憑尿啊 漏尿 漏尿啊 對 然後還有容易 陰道乾澀的一些症狀 哇哦 那男生會有什麼症狀啊 男生喔 男生可能就是 你要開始肚子出現啊 啊 啤酒肚 對啊 然後就是脂肪變多啊 肌肉鬆弛的一些症狀 改善跟年期的不適的症狀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個人要先尋求幫助 對 最重要的就是男女生 都要維持良好的身心的 就是健康啊 愉悦啊 去做瑜伽 去做瑜伽啊 運動啊 讓自己開心啊 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幫助 靜坐 人家說真的有用喔 真的喔 靜坐就等於是大腦的瑜伽啊 就是練習 練習放鬆 對啊 你放鬆啊 那當然就是會讓你比較開心啊 對不對 保持年輕的狀態 沒錯 對 那男生的話 就是男女生都可以去做評估啦 男生也可以去醃搞固酮的濃度 哦 搞固酮 嗯 那是哪個部分的濃度 就是男性荷爾蒙啊 對 男性荷爾蒙的濃度 原來 就是如果降低的話 對 比較 更低的話 可能症狀會更明顯啊 或什麼的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補充的話 還是可以補充 不過就是但是要需要意識的 就是專業的評估 那女生可以測什麼東西嗎 女生也可以測荷爾蒙 也可以測 你測荷爾蒙濃度啊 夠不夠 是用抽血的方式 用抽血去看荷爾蒙的方式 原來用抽血就有辦法知道 那有個迷思是不是 說十年前不敢 不敢吃有關荷爾蒙的東西 對 是不是怕有乳癌 對啊 因為以前就是吃荷爾蒙 人家就說啊 會得乳癌啊 對 風險比較高 這真的嗎 這就是個迷思啦 現在反而被推翻了喔 因為現在推翻說 現在你如果是停經 大概十年內 不要太久 譬如說你可能已經七十歲 我停經二十年了 對 我再來補充荷爾蒙 其實是不建議的 但是你十年內 剛停經有症狀啊 等等 趕快補充 趕快補充 補充荷爾蒙反而是對你好處 大與壞處的 就是乳房瘤 那怎麼補充荷爾蒙 是要吃藥 是的 現在很多方式 用吃的 用擦的 甚至用打 用擦的也有 皮膚吸收的 對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是我們應該有辦法 預防勝於治療 或者是做一些調整 當然啊 就是多從事去戶外健康啊 然後運動啊 等等的 然後翻散注意力 讓你開心 那當然如果有需要的話 一定要尋求專業的醫師幫助 嗯 可以找男生就找泌尿科醫師 對 然後女生就找婦產科醫師 沒錯 甚至如果有一些狀況的話 甚至可以心理諮商 對 心理諮商啊 或是身心靈科的醫師 也是有幫助的 對對對 相信大家看完這一集呢 應該對更年期沒有這麼害怕了吧 我們在面對每一個階段呢 其實都有一些方式可以去調整 你只要保持正向能量 我相信就可以 關關難過關關過 想要知道更多健康新知嗎 歡迎到健康聊天室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叮 然後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分享給更多的人知道吧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